七警案經 346 日,到現在還未有人被檢控 究竟中間發生甚麼事,拖延這麼久?一起數一數 上年 10 月 15 日,有傳媒拍到曾建招在天馬公園 被七個警察勇打近 4 分鐘 在警署機留期間,Ken要求處理打人案 但警員只是提出由投訴警察課跟進 Ken覺得有必要對這件事進行刑事調查 於是 4 日後,他再去警署正式報案 不過警方便要求他填投訴表格 最後他在警署用了 7 個小時才成功報案 事發後 1 日,警方說七警已被即時停職 同時循刑事方向調查事件 但要到事發後 42 日,警方才拘捕七警 直到事發後 97 日,警方安排 Ken 抽驗口腔 DNA 樣本 與精密 DNA 做對比 到事發後 104 日,Ken 去警署認人時 疑犯合眼睛和低頭,表現不太合作 到事發後 153 日,警方終於說已完成調查 及會尋求律政司的指示 但到事發後 219 日,律政司司長袁國強說 這個個案敏感,需要諮詢獨立大律師的法律意見 再決定進一步工作 到今日,暗角打獲事件已過了 346 日,七警繼續停職 又繼續有能出 這件事仍然未有人需要負責